来到五次进击的时间 港股今早早一度跌超过400点 创过今年以来的新低 低位跌过19109点 中午收市来说还是继续跌294点 就快开始了 下周的策略究竟是怎样呢 即刻请席一块Stanley出来和大家谈谈 Hello Stanley Jesman 大家好 你好 其实港股那边的后市 其实大家都可能看着加息的预期 昨天瑞讯的危机爆煲之后 其实大家都在想加息会不会加得慢了 又或者甚至不加息 包括看下周英国、美国 大家猜可能有机会不加 至于今晚来说 大家都看欧央行那边议息的结果 有机会可能加四分一来 其实你觉得港股那边的走势 要看什么因素是否只是看加息呢 以及之后的走势可以怎样看呢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的关注点 都一定放在一些银行股身上 或者在一些金融机构的成本身上 当然了 今早上的时间就有消息提及到 瑞讯那边都向瑞士央行那边 可能也有些借500亿美金 瑞士发落 似乎是暂缓了它的危机 但是要留意的是 究竟这一个金融震盪 究竟现在这一刻究竟是原起出美 还是会不会有其他的金融机构 可能会再有些事故呢 这个大家要关注着的 至于瑞士的那个状况 我自己的看法都可能相对 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 我都相信很多央行 都不敢带个轻轻网弄住了 因为本身要再加息的话 会不会再增添市场一些担忧的情况呢 我觉得大家都要留意这个状况 只不过短期的时间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即是下星期都有联储局议息这些因素之外 其实下星期本地都有比较拖消息 大家是很关注的 有这个大型的科企公务业绩 就像腾讯这些 另外之前大家要印象的话 腾讯不是派这个未停的股份的 下星期五就派出来了 这些事情会不会对市有些影响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着 而且本身港股那个势头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接连跌穿了这个220月线 220天线之后 其实形势都没有什么特别好转过的 再加上这麽多不优伤在大迷消息之下 似乎已经发天线都失败了 似乎后市方面的情况都真的不乐观 暂时看上去你看一下 你说19.00这些位置到达了 有没有机会有些技术的支持 如果今天失败了的话 似乎你说这些月内的时间 再向下沉底的机会都可以出来比较大 其实都是看着加息的步伐 还有下星期好像你所说的 那些科技的大型的科技股都会陆续公布业绩 可以影响着港股的后市走势 如果真的是科技股来说 今天的走势 例如是科子 科子是曾经升了2%的 Stanley 想问有没有哪一籍可以部署住 即是拼博它在业绩之前买一买入呢 其实你如果以够慢的时间去看 Lansdaq 都是靠穩的 都反映好像科技股的表現就未必太差了 但是正如刚刚提到 其实你说下星期有腾讯的业绩 又可能跟着美团那些腾讯派的货 又到股东手了 变相之下的不确定性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说现在这一刻真的要部署这些板块的话 暂时就不建议住的 但是如果真的很有兴趣这些板块的话 八道始终有AI这些充电之下 似乎那个走势可能相对会比较硬一些 八道这些短线部署的话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 八道今天就推出了民心日言 AI聊天的机械人 不过见到股价来说 都跟着整版科技股来说都是偏远一点 中午收市来说跌2% Stanley 又想问 例如资源股那边 今天普遍来说做得很差 记得之前你提过 883中可油你是持有的 其實如果今日來講 見到它都回到大概11元了一個位置 對於你來講 你覺得11元這個位置吸不吸引呢 會不會考慮去買呢 這麽說法 爲什麽八百三 或者油股的股價 今天比較上比較差 最主要是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又搞到一個挺顯著的一個下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也可能不關注 就是那個經濟狀況的變化 因爲大家可能擔心一旦真的有個叫金融 這些事件 都令到那個叫做經濟狀況 可能叫做轉差 甚至乎可能有衰退的話 都會對於這些資源類相關的板塊 或者那些價格 有一些比較大的影響 甚至乎叫做供需失衡那樣東西 所以變相之下油價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要拖累油股的走勢 但是你說油價 如果你回到過去的狀況去看的話 支持油價的一個 我們有些因素 包括印度那邊 印度的一個和代地的需求量那方面 我都相信還是會保持得到的 而且這一陣子油價那個的下跌 每程度上似乎都是市場有一點反應過敏 所以油價這一下的下跌 我覺得是可能比較上去短暫 甚至乎 假設之後一些經濟數據 可能比較上去理好 或者這件事件平定的話 油價我覺得會有一個比較上去大的反彈 所以油股 或者譬如之前上個禮拜的時間和大家分享的油運股 這個還是看得好的 至於部署上的話 其實現在見它的價真的跌了不少 其實你說現在這一位 我覺得都可以部署下了 但是只不過因為始終到真是 未來這一陣子的時間 我覺得有些關鍵就是說 究竟那個金融市場是否真的可能會頂回一些呢 可能這一陣子我想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不是很急著買的 可能等過這一陣子的時間 再部署都未遲 如果這個真的好想買的話 這些價錢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前途上 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分階段去 可以部署這樣 不過其實883都穿了一條20天線 下方已經有機會 會不會有機會穿了一條50天線呢 還有其實買883都不是預料短炒的了 老實實 有機會都是拿來中線 或者長線部署 甚至是拿來收息用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其實上網空間 我們都要看價位 以免賺息虧價 其實上網空間大概是多少呢 我的策略本身都是長線持有的了 而且基本上都是打算用來收息的 所以你說價位向上 我都不是很在意的 基本上如果保持著判斷 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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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我覺得都已經是OK的了 不過你說真的部署上面的話 我建議大家 如果是假設偷油價的 逢低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真的這些價位 再可能有些調整的話 可以分架段部署 我覺得可以考慮 OK 好 繼續留意883 還是你深水股 如果看看其他的資源股 例如今天那些煤股 金屬股 金銀銅鐵 其實基本上全部都跌的了 看到煤炭那邊 今天來說都是偏遠一點 跌3%左右的股份 相關的股份 其實Stanley 看了一段消息 據報內地 打算今年會再削減一個粗礦的 粗礦的產量 有沒有機會可以幫助鋼的價格上升 如果真的上升的話 其實鋼方面相關的股份 可不可以考慮部署一下 兩樣東西 如果你回顧今次這個 可能跟相關的政策 其實應該不是第一次的 你看到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過去這兩三年的時間 都有一個減排的做法 所以可能要跟隨這個 可能跟環保相關的因素 有一個叫做減粗礦 即粗礦產量的情況 但是你說對於那些鋼材股 有沒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目前為止在內地方面 其實鋼材 都有些少許過的時間 可能那個風險比較過剩 現在你這樣做 可能地下轉 可能又是 可能連到那個叫做減粗礦 但只不過鋼材本身 都有很多種類的 即是你可以說 一些建築用途 或者是車 可能是一些基建一番 所以變相之後 如果是粗鋼的話 應該在某程度上跟基建有些關係 當然假設資料的時間 基建那些活動 又可能會好一點 對於他們的需求 有些幫助 但是某程度上都視乎經濟 以致到內地房地產的制度變化 所以現在這一刻 你說的鋼材板塊 是否看好呢 我比較常是中性的 假設真的可能是經濟狀況 可能有些明顯的 數據方面 有些明顯的改善的時間 可能你短炒一下就沒有放 大使用這個板塊 我看法 應該比較常都是一般的 所以你就當短線部署 可能等他們那些 等這一轉的時間 可能股價跌好之後 應該可能駁個短線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金那邊呢 如果見到金價 其實昨天都曾經見到一個半月的高位 都是企穩在1900美元上 但是大家都在想 會不會有機會避險情緒升溫 包括歐美的一些銀行的爆煲事件 甚至是加息步伐等等影響 其實避險的情緒比較高 其實金的相關的股份 包括ETF 其實可不可以現在效率部署一下呢 金價已經不是剛剛第一額升了 已經都在過去這一層的時間 因為都隨著 你說可能之前的時間 SVB的事件都已經是令我今天炒上來的了 近日又再升溫了 因為最主要大家都可能覺得 聯儲局可能那個加息的行動 都可能有機會真的會放慢 對於金價也會放慢 按道理 介於金的ETF 我個人都覺得是OK的 因為最主要我都相信 經歷過這些事件之後 我想聯儲局方面 可能那個加息的部份 有機會真的會略為是減慢一些 對於金價可能有些比較大的支持 而且始終也可以說 有些金融市場比較動盪一些 金價也會發揮避險的狀況 所以金價短期的部署策略 我覺得都還可以跟進一下 不過如果要選擇的話 就似乎好像剛才提及到 ETF那些會比較好些 因為金礦股其實你看到今天的時間 即使今天彈也好 金礦股反應都好像不一般 最主要都是因為金礦股之前 搞到的時間 那個升勢都真的不算少 都升得很多上來 所以現在這一刻想做部署這些板塊的話 金的ETF大家都可以再想想想 如果金ETF的話 我想你是不是都是指 Spider那些ETF240 即是股份那邊 因為見到其實金物來講 都見到一個月高位 它應該就是跟著金的價錢 一起同步上升 現在來說是背1,395.5 Stanley如果真的考慮買這一隻 有沒有說部署上應該怎樣做 可以教大家 如果現在再考慮就不想太多了 因為如果真的金價那個勢頭 即是如果以現在的部署鈔去看的話 都是補一個叫短線再常行的情況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慮的話 這些價錢都可以想一想 你用大概是潛在的升幅 如果以現在的1395.5的位置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著大概1410 1420的位置先 好 多謝Stanley的分析 想問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這個是中海油的 好 謝謝分析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來到開市速報的時間 港股今早早一度跌超過430點 創了今年以來的低位 低位落過去19,109點 中午收市來說還是繼續跌 跌294點 現在下集回來還是跌 跌283點至19,254點 看看國企指數最新的表現 現在來說跌54點至6504點 看看科技指數 今早早來說曾經跌接近2% 現在來說跌幅已經大幅收窄了 只是跌27點至3836點 看看五大活躍港股的走勢 叫騰訊排頭位跌超過1% 補338.4 至於有幫保險跌超過半成 今早來說金融股和銀行股都受到市場 憂慮事件會引發新一輪的銀行危機 今早來說這一類股份都要跌 至於阿里巴巴跌超過1% 美團沒有起跌佈126.7% 恆生中國企業跌超過1%佈65.66% 看看中五公佈業績股份 中信國際電信去年純利 按年升超過一成 末期釋派18.5線 另外集團行政總裁都宣佈辭任 由今個月底便會生效 現在見到股價跌轉升 升超過1%佈2.94% 至於361度升超過1%佈3.81% 見到它去年純利按年升2.4% 不派息 至於同行李寧今日都會公佈業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受到銀行業的危機影響 國際油價已經連續跌了第三天 甚至跌到一年多以來的低位 今天來說石油石化股和油伏股 都做得比較差 當中安東油田服務 今早來講曾經跌到一成四 以下集回來 跌幅大為收窄 跌超過7%佈3.09% 題目是其他股份的表現 就是都市例人 今天來講股價都升得不錯 曾經升超過1.7% 現在來講還是升到1.7%佈3.07% 公司預計3月份 會在國內開店超過100間 受到消息刺激 今天股價都是做好的 至於金碟國際 去年虧損擴大 蝕接近4億元人民幣 股價一度跌超過3% 甚至是做過最差的科子 以來還繼續跌 跌超過2% 開始速報看到這裡 來到下週節目時間 總結一下上午示範 今天跟隨外圍要向下 低開341點 早段到10點多鐘的跌幅 一度去到430點 低位落到19,109點 再見到12月21日以來的低位 今天100天線亦失手了 之後跌幅一度收窄到大約150點左右 來到下午回來 比起剛剛中午收市的時候 跌少了一點 最新跌265點 做在19,274點 各項分類指數全線要向下 總成交633億多 看看期指表現 現在積月來計 期指跌308點 做在19,200位置 下月跌309點 總成交超過73,000多張 要看內地股市表現 早段來計四大指數 齊齊低開低走 去到下午 暫時保持著 都是一個全線向下的局面 上證指數最新跌18點 做在3,244點 戶心300指數跌24點 至於深圳兩大指數 跌幅相對比較大 尤其是創意版指數 來到下午 繼續跌1% 做在2,314點 數下半天來說 外圍當然大家一直在看 正在整個銀行風暴 昨晚擔心瑞信 會否真的引發一個金融危機 不過最新瑞信 今早也說 向瑞士央行借500億稅廊 以及斥資30億稅廊 去回購債券 對於市場上避險的情緒 略為舒緩一點 現在美匯、黃金這些 也再回軟一點 可以留意 內地中證監方面 據報暫緩審批一些上市公司 發行全球預托證券 GDR 對於整個後市有甚麼啟示 我們找嘉賓一起聊 這一節有遠志希 Harrie在這裡 Harrie 你好… 你好… 是的 見到我們行市 半天來計算 現在算是跌 又不算跌得深 二百多點 不過圖表上 所有軍線都失守了 又再接 一百天線又失去 下一個位置應該怎樣看好呢 我想恒生指數 今天雖然跌幅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多 但是呢 是不是代表已經見了底 接著就回升呢 這個是要進一步去確認的 因為你現在去撈破這樣計算 今晚如果有些甚麼特別的事情再次發生 因為呢 其實我們見銀行的風暴 由這個籍局銀行開始 去到這個瑞信 其實兩者是沒有關聯的 它不是因為籍局銀行出事 所以拖累了瑞信 兩件事來的事情 那你會不會說有第三件 independent的事件都關乎於銀行市的呢 那大家就很驚弓之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買貨的部署上面 我寧可買貴一點點 都不要特意去罵這些所謂的底部了 那件事過了去 過了這個weekend 我才慢慢再去部署 因為現在呢 我們去報一些消息呢 其實呢 會被市場的情緒牽著鼻子走 我不是說它不升 譬如說有時候 你見那些央行真的出來救市 或者是 做一些我們叫做舒緩風險的狀況 我見那些錢 都有時候肯進去一些 譬如科網股 或者跟銀行不是很相關的那些股份 都有人試試去搏一下 但是呢 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個指數 都大有條件 是會衝一衝下去 19000點以下 那我預計 譬如說 在先前那個升浪 我們說的 由10月底到1月頭 那個升浪 足足4000點 計算一半 即黃金比率的50% 就大概是18600 那你去到 用那個位置做一些 如果試下去的話 其實呢 機會不是沒有的 所以 那個買貨的部署上面來說 就逐步逐步慢慢才賣 我就不太急的 現在在這秒鐘 你剛剛其中一個提到的時間 都是說 等一些外圍的風暴 真是真是好像 算是舒緩一點 過了周末才去看 這個時間點又怎樣判斷呢 是不是真是過了周末 這些的所有事 就算是真是覺得可以告一段落 還是尤其是下個星期 還有聯儲局議息這些因素 其實大家都是在想 它究竟是0.25還是不加的 就是下個星期才算 我叫大家等這個weekend 是不是已經是完結這件事呢 坦白說 現在在說銀行爆煲 一兩個星期都會困擾著的 現在不是一些我們叫做普通公司倒閉 所以之後那個延伸出來的問題 會不會說要一些時間去解決 那我就用一兩天的時間 做一個叫做給大家一個參考 正當大家就是好像 譬如普遍我們現在的財經節目 就不再說銀行股了 又或者是說譬如瑞信那些CDS 開始看到那些價錢又回了一些 你才會看到這件事開始消化 以現家圈來說 單是憑一個譬如央行去救市 或者借錢給銀行這些消息 只是稍微穩定到市場的情緒 但是那個波幅波動性還是挺厲害的 所以又不知道怎麼股上股下的時候 我就不特意去time market了 所以暫時來說 你看今天成交不多的 演繹上面你又不要演繹到 哎呀 高壓都不是很多而已 這樣去看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怎麼看 所以就hold著一些部署線 但是是否擔心 又或者一件事是否已經是完滿解決呢 我想一兩個星期 都要預計它慢慢去處理這件事 好 預計它接下來的調整 仍然是要持續著 唯有就等各項的消息 開始去平膽一點點 不過我們又集中說一些資源股上 今天的資源股除了有跌多之外 煤炭股其實今天的跌幅 亦比大市更加多些 看看版面上這幾隻 跌幅介乎百分之三至半成 尤其是影礦能源早段曾經跌過百分之六 今天見了一個月低位 到現在仍然要跌半成 數一下有什麼消息 現在最新的外電引述消息報道 就說內地今年再降低全年的粗礦 粗礦的產量 就說是連續三年去行產 同時也禁止新增一些鋼鐵的產能 而這個鋼鐵其實它的主要原材料 就是這個焦煤 現在內地那邊就說解釋 就是要減碳排放 不過說真的 我們上市的煤炭股最主要那三隻 染礦能源、神話、中煤能源 其實這三隻主要做動力煤多些 就是做一些發電用的煤炭 焦煤就相對的佔比小些 其實說真的實質影響 是不是不是那麼大呢 暫時我就覺得 反應不是那麼多的 至起碼就是 你用回最原本開頭的源頭 我們先不要看焦煤 我們先看一些港鐵股 跌得比較多些都是安港的 反應都不是很厲害 都是3%左右 如果你看那些煤炭股 焦煤比較多些 我們看小隻的那隻翼大宗 1733 它又不是跌很多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本身這個政策 又不是第一天說的 鋼鐵限產這些消息 其實久不久都會爆出來的 另外 對於焦煤那個 那個業務上面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呢 我又覺得 焦煤的價格 在這一輪來說 就不是跌得特別厲害的 因為 動力煤的價格 反而回多一些 就是因為 內地不想發電成本這麼高 所以 對於這類型的股份 特別是煤炭股 然後跟著消息 是跌一些的 至於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派高息 又或者 那個股值上面 突然間看得很淡 似乎又未去到這個階段 說真的 其實這三隻來計 那個股值上 都是大約兩倍至到五倍左右 股息率來說 算是神華和染控能源 相對省神一點 看回經濟通就顯示 神華的股息率都去到12.5厘 至於染控能源 都有10.8厘 你覺得說真的整個消息 對他們影響不算太大的時候 可不可以趁低去吸納他們 要選擇又怎樣選擇好 如果你說現階段的市況 其實去到這麼波動 就選股份面上來講 就選現金樓最正的那一隻 當然是神華的 但是今天的跌幅 跌了9毫子 還是24.75 佔著的有12厘米 以它之前的盈利預告來講 它今年都派到12厘米 我會覺得 如果它自己的股價 肯跟隨市況 或者最近的焦煤的消息 肯跌下去 24元以下 甚至近23元邊 是值得吸納的 以一個收息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它是OK 穩陣的 但是股價上面的前景 我就不敢看得太遠了 因為始終動力煤的價格 不可能叫做升得太多了 就是你復常要搞好經濟 發個威實禁你的煤價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收息的角度來講 你可以想 好 用一個真的長線的收息去看 神話最新都還可以升到3% 補充多個行業消息 其實現在都在傳 內地準備全面恢復入口的澳洲煤炭 對於內地的煤礦 或者煤炭價格會不會有影響 都還在觀望 這次和Henry談了那麼多 待會回來回答一下觀眾問題 今早做港股一度跌超過430點 不過去到中午收市來說 那幅收窄到294點 整體來說 整個下午目前為止 都是延續200多點的跌勢 看看表現做得差的籃籌股有什麼股份 看到油包保險現在跌超過半成 其實今天整體來說 一些銀行和金融股普遍都要跌 因為受到水上危機影響 至於國際油價已經連續跌了第三天 整體來說 石油、石化股、油服股都做得差 中海油跌超過4% 中石油跌超過4% 至於一些內需消費股 今天都一般的 海底撈跌超過3% 白威亞太也是跌超過3% 看看表現做得好的籃籌股有什麼股份 看到瓦里健康又上榜升超過3% 看到今天的互聯網醫療股都做得OK 至於領展升超過2% 中生制約升超過1% 生耗能源升超過1% 至於龍湖集團就報21.2% 就升不下1% 整體來說 今天內房股都做得OK 看到路透根據當局的數據推算 內地的主要城市新樓樓價按年跌1.2% 不過跌幅來說是七個月以來最小 我們先看這裏 回到節目時間 港股繼續維持200點過外跌幅 最新跌294點 做在19245點水平 至於內地股市 繼續都是四大指數齊齊受壓 上證指數跌20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幅至近1% 可以留意創意版指數 現在最新跌幅已經擴大到超過1% 數下我們十大會約港股 來到下午最新表現 排頭衛騰訊 現在最新跌幅又再擴大一點 最新跌幅至近2% 有邦繼續跌半成過外 今天見到一個月低位之餘 亦失守了250天線 阿里巴巴來到下午 繼續維持1.7%跌幅 至於美團跌7毫 盈富基金跟著大致跌1.7% 看六至十位 平保業績後 最新股價都要受壓 跌超過3% 做在50.5個位置 恆生中國企業跟著國子跌1.1% 至於建行 今日的中資銀行股 相對上做得比較好些 建行最新可以靠找到 最新股市場上升兩仙 做在5.07元 中海油跟著油價跌 連同中石油兩隻 齊齊要跌幅到超過4% 看藍銅股表現 匯控要跟進 匯控早段來計 跌幅都是今天要低超過3% 之後現在最新跌2.6% 至於中移動偏遠跌2毫 至於煤氣都偏遠跌2毫 就是7.16元 馬上找Hari出來 幫助家庭觀眾答問題 Hari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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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一下Apps的觀眾 Fanny想問百度 133.6元就買了 想問前景如何 下午2點 公佈民心一言機械人 我覺得民心一言機械人的公佈 其實暫時來說市場應該不是太有憧憬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在2點鐘發佈 就是現在之前 百度的股價應該會抽上去 似乎就沒有這樣的概況 所以現在你想不想保持股份 就真的 depends on 你自己想不想賭這個Event 因為民心一言的公佈 不代表它一定會升的 所以不如這樣 設定一個止息價 如果它真的打穿125元 近期的低位 那就先煽了它 暫時來說 我就覺得市場仍然在觀察 它這次的發佈會後面 沒有什麼後續的狀況 但是如果其實它現在 距離它的目標價不算太遠 其實真的說看完 出完的這個機械人 對於接下來長期一些的前景 你是不是都覺得 你相對要審慎一些 現在這個都是短策為主呢 沒有什麼長期的 近這兩個禮拜 銀行都爆煲了 你長什麼期 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看AI的發展 慢慢真的看到它有些產品出來之後 真的有得賣 有盈利貢獻先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你買概念 想著長持一些科網股 就和現在市場的口味 或者風險慰納上面 就不不配 大家就算買下去 都是買一些穩陣一些 有得收息那類型的股份 如果你說純粹以百度來說 你炒一下消息 兩三個星期 駁一下民心一言之後 有什麼開放的話 我不反對 但是你說長線的科網股 就是現在的風險上面來說 就很難正確的了 好 今天百度股價早段比較好些 曾經是轉升過的 不過去到現在最新 又要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剛剛Hurry也提到 一百二十五元做一個紙攝位 也就是大約二百五十天線這些位置 我們轉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羅小姐在這裡 羅小姐 你好 你好 兩位 你好 你好 我想問1093 1093 什麼情況 有沒有貨 沒有貨的 這個價位好不要買 有沒有帳望空間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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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藥就沒有跟隨到生物科技股 就有個大一點的回升 因為這兩三天就很奇怪的 當市況其實越來越不明朗 銀行有爆煲 很多的消息 我們看到一些新科股就彈了上來 但是傳統藥股就沒有跟隨到的 只可以說石藥其實就落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它差不多定 你可以多等一兩天 就是不需要這麼急於 你一個蜂眼的位置 恒生指數在跌相當多的位置 就是這樣馬上逆衝進去 大概六至七個八這段 你可以想一下買一些石藥 駁回它上去大概八個半至九元這些水平 它都叫做跑贏大使的 不過它沒有新科股的標青 不過看著動力指標 近來都還是弱點了 31.4這些位置 會不會就是要駁它彈 可能都要等著真的風眼過先呢 我想是都會這樣看的 但是我只是會看它那個股價走勢 比大使強一點點 但是業績方面來說 應該都是我就不預算它太驚喜的 就是平平無期 但是我看到這些錢 有審回它的醫藥股 你可以跟一轉仔 好 去駁一駁這個業績 它就下個星期三會公佈業績 最新今天股價 就逆市可以靠找到 正在升一線做在七個九年位置 幫多個家庭觀眾 林小姐就寄Apps來想問 一隻2845 就是一隻最終電動車和電池的ETF 叫做GX中國電車 沒有貨就問什麼價位可以買 如果看回這隻ETF 其實追蹤A股居多 最重廣的那隻就叫做匯川技術 亦都是做一些內地的新能源車相關 另外還有一些寧德時代 比亞迪 禁鋒利業 亦都是這隻ETF追蹤的股份 十大持創枝的頭幾位 Harry 你看不看好呢 我就一般覺得 就算撈也好 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它的ETF價 我覺得大有機會穿上去 100元以下都不出奇 因為一本身就是電動車的需求 內地來講 不過問題是價格競爭戰 令到大家覺得無利率 或者在前景上比較麻煩 另外它都有一大部分 是關乎一些比如說 理價相關電池相關的股份 電池股份是沒有特別跌的 但是因為理價跌得很厲害 所以相關上游的股份 股價很不可以 所以我就怕這樣的成份 拖累到GX中國電車 會有機會作落一級 我覺得你預計它 下100元以下可能讓你買到 但是如果現在經常講 這些電動車也好 又或者是理價也好 這似乎大家對它的前景 都比較看淡一點 是不是真的下到100元 是真的駁到它 有一個可以反彈呢 還有你又覺得買真的ETF好 還是直接我們選龍頭去買呢 如果你選龍頭的話 其實我又沒有特別見 一二一一好跑得贏 其實說真的一句 所以如果你說風險平衡上來講 近幾段時間的市況 如果你想罵一些先行部隊 這樣進去 用一隻ETF是OK的 我覺得它也都會有波幅的 然後買了ETF 就不代表不需要止虧 一樣都要止虧的 那你設定10% 尤其是它裡面的股份 波動性都很厲害 好 看著這一隻 最新今天都還要跌超過1% 就數回到去年4月的低位 我們簡單幫Cherry 想問6號仔 電能實業 49.8有貨 見價混不可以混貨 混我就不混了 你看看遲些的英鎊 會不會回上去 可以給你49元的賣入價 可以回到家鄉 本身其實這次的業績 我覺得真的挺平平無期的 就是6厘式的那些息率 你可以選941那些 可能股價或者息率 也有些驚喜在 所以我不會這樣混下去 好 溝貨現在就不要住了 補充電行實業 去年順利 按年跌近8% 賺到超過56億 末期息就維持每股2.04元 看著今天的股價來到下午 繼續還是要偏遠一點 最新跌2號 最好在43.25元這些位置 今天謝謝Hari分析 我們這次時間先休息一下 一字財經消息 投資銀行稅信的財務狀況 受到質疑 加深市場對金融危機的恐慌 集團其後獲得瑞士央行 借出最多500億瑞士化狼補充資本 有學者認為 香港面對的風險暫時不大 美國直供銀行突然倒閉 引發全球對急速加息之後 金融風險惡化的憂慮 泥基更加蔓延到屬於 有系統重要性銀行之一的稅信 經理客戶資金流走 連續多季虧損 財務狀況受監管部門質疑 持股近一成的大股東 沙特國家銀行 星期三又表明不會再注資 雖然之後澄清是法規所限 不能再增持 不過已經觸發市場恐慌 瑞信股價當日曾急卸三成 再創新低 債務為日風險相當於金融海嘯時的水平 瑞士金融監管部門和央行雖然強調 瑞信滿足最高資本和流動資金要求 但是需要那時會提供流動資金支持 瑞信之後宣布向瑞士央行 借入最多500億瑞士法郎 相當於超過4200億港元 額外補充流動資金 當中大約30億瑞郎用來提前還債 改善財務狀況 有學者認為現在市場出現信心問題 根源是流動性不足 處理得不好 隨時演變為金融危機 至於香港現在面對的風險就不大 據報美國財政部和歐洲央行分別檢查 兩地銀行業涉及瑞信的風險 暫時歐洲央行判斷是個別銀行的問題 多過系統危機 無線電視王文謙報道 內地體育用品公司361度 去年的純利升2.4 賺7億4千萬人民幣 收入收益方面就升到1.7 不排息希望保留現金 捕捉疫情之後 內地復甦過程之中的發展機遇 積極應付市場不明朗 期內的毛利率跌1.2個百分點 去到百分之40.5 主要是疫情 推高部份產品的生產成本 公司相信內地經濟復甦 加上國際體育賽事的趨化 有助加快釋放壓抑的體育消費需求 消息到這裏 一至交易現場的時間 港股下午回來變動不太大 看看今早上 指數一度跌了超過400點 低位見過1萬9千1的水平 再見到今年以來的一個低位 見到港股繼續摘著一百天線的水平流下 現在這刻跌295點 報在19244點 成家方面超過701億 看看A股的情況 幾項主要指數都要向下 當中上陣跌20點 報在3242點 互深300指數跌26點 報在3962點 創業版指數跌27點 1%過外跌幅 報在2310點 和大家看看領展的股價 領展今天可以升到 壓近3% 報在49.9的位置 至於領展的公股權 今天就會在最後一天到交易 今天可以抽升到3.5 外跌5.51 焦點股份都有幾隻要和大家跟進 當中見到新壽例方面 去年可以多賺近21倍 毛利率都可以升到1.3個百分點 都支持到股價 有埋近半成左右的 進占人數22.35 還有禁碟國際 去年的虧損擴大至3億8千萬人民幣 最新都有1%過外的估壓 到15.16 至於萬國數據 上一季虧損收窄到1億8千萬人民幣 股份反而升到4%過外 佈在16.2的位置 事關見到虧損收窄了 看看內勢突方面 去年的順利都跌了五成一座緊 股份都有3%過外的估壓 佈在4.44 今天焦點板塊 都是看著金融類股份 先談銀行股 都關注瑞信的事件發展情況 有報道說到 瑞士央行將會借500億瑞士化狼給瑞信 去解決今次的困難 見到今晚的銀行股 都要跟著外圍的銀行股跌 至於匯控仍然跌2%過外的 外部53.75 國社保險庫也要跟著 當中有邦繼續跌半成左緊 仍然是做得最差的藍籌股 穿了一百天和二百五十天線 最新部是76.3 搬成過外的跌幅 還有一隻保城也要留意 一度都穿了一百元的大關 一度沒有紅底股的位置 最新都是一百元邊道徘徊 7%過外的沽額 一百元八毫子 早前公佈業績可以由虧轉型 不過今天來說 都會向下7%過外的跌幅 榮里金融都跌近2% 報143.4 餐飲相關股份都可以和大家談談 當中可以留意這隻客部客部 早早的跌幅大少少 當中浪梅報道 早前上海監管部門 就對他們旗下的臭臭品牌火鍋店 做了一個檢查 發現他們旗下部份的菜品不足情 公司都回應到會避免事件發生 不過今天股價早斷到曾經跌到過幾月的低位 最新就可以逆市靠穩緊 升到一仙 現價6.39元 不過其他餐飲股都要受壓 包括海底low 2%過外的跌幅 跌5毫指 報20.5元 9毫9方面都是偏遠一點 要跌1毫2 報17.4毫6 百姓中國都是偏遠一點的格局 跌1.4 報475.2 至於海底low 旗下主要做海外業務的特海國際 跌幅大一點 7%過外的跌幅 跌1.5毫指 報20.5毫 加上長和系的情況 見到長江基建去年的純利可以升到3% 每期息每股有1.8毫3 整年的股息都可以增加到1% 有2.5毫3 長江基建股份1%過外的跌幅是43.4 至於電能方面去年的純利 往年都要跌近8% 每期息維持每股2.04 最新股份也偏遠一點 跌1毫5指 至於長和和長實 今日都會公佈業績 聊著 第4週1.9這環節 有實戰攻略的 就是幫家庭觀眾解答 整個持倉的投資建議 如何做 這一節有Daniel幫家庭觀眾 多謝你上來 我們每次循例都要呼籲大家一次 如果你們都想找股評人解答你們的持倉 即是你們現在手上持有的所有股份 有甚麼投資疑難 想知道的 有甚麼目標 想買多少股票 有甚麼股票想買 或是想一年賺多少錢 傳個訊息去我們平時問股票的WhatsApp電話號碼 我們抽中了 整理之後就會交給股評人找他們解答 Daniel不如快點幫忙 今次有觀眾 呂小姐 早前也傳了整個持倉給我們 他有五隻股份 我們不如幫他幫忙 去研究一下 今次怎樣處理 其實他拿的股份都相當大路 見到有匯控、煤氣、中移動 碑桂園服務和順利 如果就這樣看倉 握得最重的就是煤氣和匯控 其實匯控握得相當多 因為都佔了近一半的持倉 而且都要虧8% 另外這隻煤氣就慘了 大家握煤氣就算是穩穩定 但可能他始終買的位置偏高 13元買 所以如果我們用昨日收市的價來計算 其實他還要虧4成多 整個版本最擅長的就是中移動 升到2成 Denny說 這個倉就不詳細說 因為要交給你分析 其實就這樣看上去 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一點需要立刻解決 首先其實呂小姐說的目標 就是收息為主 我見他拿的股份都是大路 特別是持倉重的那三隻 都是收息為主的大籃籌 其實問題就不太大 但都可以調整一下 第一樣就是匯控的佔比相當高 都四五成 可能就是某些原因 因為有些股份跌得多 匯控相對跌得少 比重高了 但我想他買進去那一刻 其實匯控已經佔了超過四成 始終單一股份佔太多 在風險控制方面 就不太理想 因為有時你覺得很穩陣的股份 有時都可能業績是令人失望 或者有什麼事件令股價大跌 近幾天都見到 例如都是大銀行的 好像瑞信一樣 可以單日股價跌兩成多 所以如果一隻股份 已經佔了一個組合太大 會令到整體組合表現 會比較波動 第二就是股份數目 都可以提高一點 增加多一兩隻 如果核心有三隻 不要算佔比比較少 迫伏和順利 其實拿著三隻股份為主 都是覺得風險分散方面 就不太理想 如果拿多一兩隻 可以令到每隻核心股份 最多佔組合兩三成 會比較好一點 在控制風險方面會理想一點 是的 現在其實兩大問題 第一就是股份不夠分散 即是核心持股來說 暫時看到很大部分集中 在匯控上 之餘之後數下去 已經是煤氣和中熱動 就不夠分散到不同領域 這個就是第一 另一方面 當然增加持股 我待會會派貼市 都留下 等一會再和大家跟 另一方面 其實因為它說是 以收息為主的持倉 但感覺上 如果你說迫伏和順利 又不像真的 很穩陣收息的股份 有少少叫做短炒感覺 而且的確看到順利 都掉了六成七 迫伏跌了兩成半 當然這個帳面蝕 說不定的效果 追回都不出奇 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提醒他 這個就是要嚴守止蝕 買的時候 已經要想定一個 風險控制管理的一些策略 不要買了 然後又放在一邊 一邊看到它跌 又還未打算回家鄉 反而就越跌越多 這樣就控制不到風險 雖然佔比不多 但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守機率的行為 對自由的投資要留意 未必說現在一定要 股作害 你可以再說每隻股份 如何處理之後 但整體的投資的心法 應該都是要控制風險的 就算是一些大藍炒 其實都是要這樣做 如果是買一些 投機性的股份 短炒為主 就更加要定好止蝕 止蝕其實真的很重要 我想起近期也有和其他嘉賓 聊起計 都說起 經常收到家庭觀眾的股票現眼 有一個情況很常見 就是 止蝕是不會止蝕的 就繼續不停跌 等回家鄉 但止蝕的時候 就很心急 可能炸一兩元 不如沽了它 又炸不到 這個通病是經常出現 不如順便問一問 其實說真的 止蝕這個字 是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 就是你明知自己蝕 你都要一刀斬下去 有沒有說真的要 幫自己定一個比例 你的股份 我買了 跌多少 就要馬上止蝕呢 通常都是 如果股價波幅大一點 我想都是兩成左右 如果跌兩成 超過兩成過外的 其實都真的要很認真考慮止蝕 或者其實你買之前要想定的 不要說買了之後 看到跌了兩成 再在想猶豫 或者有時候會看一下圖 參考一些價位 例如一些主要的支持位 跌穿了 都是要止蝕 但我想最多都是兩三成 就算是股價比較波動 如果你定得太近 例如跌半成就止蝕 很多時候就被人震走了 又不是很理想 一般來說 一成至三成這個區間 但都是一定要 事先已經定好了 之後都要嚴格執行 不要自己搬龍門 這個很重要 搬龍門這個也是 有時候就蝕多一點 不要緊 增多一點 可能下次就賺到 然後越蝕越多 最後就無底深淡 其實好像說一隻順利 都蝕了六成七 如果剛才用一成至三成 這個止蝕幅度來計 其實它就繼續無底深淡 如果它真的不大眼的話 等一下問一下 都可以教的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聽到 講一講 那這五隻股票 分別要怎樣處理 先拿圖出來看一看 都列了很多 Daniel的建議給大家看 匯控方面 和煤氣 你建議是可以減一減榜 為甚麼 第一就是匯控佔比太高 這就是主要原因 第二就是匯控 其實現在都面對 大家有留意新聞 很多外圍的銀行 或者整體金融業 現在都面對多些風險 美國方面的植谷銀行 以至昨晚歐洲方面的銀行 起碼在股值上 暫時都是多些壓力的 接下來聯儲局 加息過月期也是降溫了 之前那些銀行股 一直都是憧憬 色差擴闊 加息週期有利他們 但現在反過來 開始講 今年來可能都會大幅減息 對於銀行股股值都是不利 還有匯控 其實都相對高位的股價 比起一些外圍 一些有危機的銀行 其實它都算是硬朗一些 我想這個價位減一減磅 其實都不會很肉痛 就可以減少一些銀行業的佔比 轉頭去其他的行業分散風險 匯控都問多一點 因為我們今次就是 就家庭觀眾 他的個案是60元買 所以暫時賬面都在虧一些 但是順便幫助一些 不是這個磁磅的官員還買 因為見到今天匯控都繼續跌得很急 其實連金融股都跌得很急 這一刻是不是都是官網狀態 又不要心急 去追求貨 或者去新買 加匯控到自己的磁磅 是不是都不建議 不建議 官網為主 如果沒有貨 始終外圍會不會繼續爆多些 銀行業的危機出來 這個都是很難說 不明朗因素多之下 我想銀行股 暫時都是易跌難升的 雖然匯控其實 資本充足率都算是比較高 一向應該就不會好像 某些比較危險的銀行那樣 即股價跌那麼多 但我想整體都是可能跟著 整個行業有些向下的風險先 好的明白了 回控講到這裡 因為還有很多股份足跡 中移動那裏就不長談 因為見到近期都是相當強勢 繼續有穩定派息 加上管理層跟大家說 接下來派息的幅度 就是派息比率去到七成 大家都相信它是繼續穩定收息的股份 那媒氣方面 就因為虧得多 你都覺得可以減一減套一套 那迫伏和順利方面 你覺得其實都有機會 彈一彈一下 不用虧那麼多 是的 迫伏其實暫時他們的情況 就不是說很差的 即是內房的物管當中 始終他們沒有公司 都是大型的發展商 迫桂園 對於迫伏來說 他們之後物業管理的項目 其實就相對明朗一些 比起一些小型的物管公司 股價現在都是相對低位的 看看會不會有些大一點的反彈空間 對上一次在1月底那下反彈 就迫近250天線 又再回落 看看下一陣反彈會不會又再試上250天線附近呢 才減半了 當然平均線就一直在下跌 現在大約7個多的水平 即是17元以上的 應該都是高過觀眾的賣入價的 如果現水平的250天線都相當高 但我想逐步平均線下跌 可能股價有機會回到賣入價附近 才減半了 好的 迫伏 剛才你提及家人觀眾 可能用250天線來參考 即是迫近它的水平 可以考慮一下 才到時再套現 到時減遲 起碼不用試這麼多 因為迫伏 它買入價是17.42元 如果用250天線來計算 暫時都近20元水平 即是說真的 如果多喝一會 到時都可能有機會回到家鄉 所以剛才說 不用這麼快悲觀 雖然說 還不止自己理一下 但其實還有些機會有些曙光 這個不用擔心 那你相信你又怎樣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看它的圖表 都沒有太大起色 這隻又怎樣部署 你覺得彈的位子 彈的原因又在哪裏呢 這隻就暫時拿著先 因為主要是股值已經很低 頭三個盈利是跌的 但跌得來其實幅度 都是大約跌三成 但如果推算試盈率 應該都是四五倍的水平 比較偏低 這個行業就是做一些 液晶體影視器 電子消費品 會周期性比較高 但考慮到股價又再下去 上年年底的低位 都可能會有些支持反彈 暫時如果沒有什麼新的 其他投機的援馬的目標 其他股份的深水 暫時可以拿著 如果看回價位 可能反彈回到上一陣的浪底 所以在上年年底12月 大概1.2元 估計上面會多一些蟹貨 那些水平會多一些阻力 這隻始終因為價格都很殘 變相令到股值相對來說 變得很便宜 現在唯有大家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上去 還有Danny也提醒多一次 因為這些股份相對相對比較短炒 周期性一點 記得後要嚴守止蝕位 這個相當相當重要 有時候忘記止蝕 不忍心止蝕 變相明明的投資料做得不好 都被拖低了 好像中移動明明本身都做得好 但其他沒有止蝕 所以其實這次的磁瘡 阿呂女士幫她計算了 整體都是在虧錢 好了 既然目標就是盡量想套現 這個磁瘡就是希望可以緩碼股份 因為剛才一開始你說的 那些核心持股不夠多 重點就是可以加多一兩隻 不過我們就想了兩隻 第一就是長江基建 另外一隻就是領子 講一下長江基建 因為這隻其實都知道 你一向都相對上比較建議 家人股總可以考慮 就是因為他年年增派息 業務又相對上分散又穩健 這隻其實是不是坦白說 都沒有特意找些什麼價位買 就是保持偶然有些現金 都可以吸納一下都可以 大致上都是 因為上市二十六年 每年都有派息增長 即是每股派息方面 主要都是看它的息率 夠不夠吸引 因為如果過往 有時都是股價高的時候 可能只有三多四億股息 未必說很吸引 但因為現在市場利率都已經比較高 令到高息股之前跌下來 現在長江基建股息率都接近六厘 即是五厘八 根據經濟通 這些位置都是吸引 因為美國的加息預期都降溫了 可能利率都即將見頂 在地位上都可以分散一些 因為長江基建都在環球 很多市場都有業務 不只是集中在煤氣 集中在內地或者香港 在公用事業那裡加多一隻 可以是全球佈局的股份 好的 還有少許時間 講完領戰多數 這隻股份 留意一下 你說可以留意的 第一股息率相對吸引 還有六厘 你說可見將來 估計應該不會再公股 留意一下 其實這隻股份 今天就是公股權 最後一天的買賣 部署上怎樣呢 例如你建議去罵 可以吸納 加上現在有些家人觀眾 都在留意領戰 什麼時候買呢 需不需要等完成 整個公股的流程 才再吸納 都不需要等的 因為基本上 如果說要公股 當然買公股權 或者之前分到公股權去公股 如果現在買的話 就不需要參與公股 估計也調整了公股 帶來的影響 應該可見將來不會再次有公股 即是沒有這樣資金 那麼快又有些雜資的需要 所以還是看回 接下來的派息前景 都是偏向穩定 現在股息率預計都接近六厘的 也都在觀眾的組合裏面 加多一個行業 因為有銀行 有電商 有公用 但是rex這些地產類的派息股份 可以加值領戰下去 明白了 多謝Daniel今天這麼詳細幫 呂小姐解答了她的持倉 也呼籲大家多次 如果有股票的言言 都不要害羞 將整個股票的持倉 傳去平時問股票的WhatsApp電話號碼 我們抽中了 就會盡量找股票人解答 這次和Daniel談判那麼多 我們休息一會